讲直白一点 就是人都是死到临头才会想改变 那但是你却要不是死到临头的时候改变 我想这是第一个 心里面可能很难的那关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 那会是现在吗 就是就是马上吗 那我就会说 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好的时候 那就是那个对的时候 没有最好的时间了 没有最好的时间 有句话嘛 他说 《综艺科数》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实就是现在 虽然我刚刚谈到的 所谓有一个早晚的概念 但是其实 只要意识到就开始 我觉得他始终就不晚 就会work 对 嗨,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SiteChart 我是Inside的编辑蜜亚 我是Fox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呃,李全新 但我不确定他现在的title是什么 因为呃,就是请这个老X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各位SiteChart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老X 对 我现在是一个中年级实义生 哦 然后也是一个出租大叔 出租大叔 对 但没有呃,那有没有什么 虽然我这样讲 你可能会不高兴 但是有没有什么 现在还是有一些什么组织的title 这个是一个没有组织的title 呃,我现在其实是一个自顾者 自顾者 那当然我现在有在组织里面有一些工作 所以我现在也是贝壳放大的学习长 如果你问的是组织的 对对对对,那是组织有个title 唯一一个大概就是那个贝壳放大的学习长 那其他一些公司可能就是当顾问 顾问为主的 哦,OK 那呃,因为我认识老X 因为老X其实也是Inside的的算是共同创办的 因为很早之前 我们大概在08,09年的时候 呃,Inside其实最早是个贝壳部落格 那时候只有四个人到六个人开始写 那老X其实是最初的六个人之一 对 那所以呃,等于是始祖啦 我们那时候开始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有那种回娘家的感觉 回娘家太好了 然后,所以,但其实实际上在过去 呃,哇,这十几年来 其实跟老X见面的次数其实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还是都会从呃,脸书上面 呃,看到老X在做些什么 所以我大概可能有一个大概的理解 所以我其实呃,从以前认识老X的时候 老X最早是在Yahoo奇摩服务 然后后来其实是在VogueGQ 我们其实几个礼拜之前 你有找过康埃纳士的 那个CM那集我有听 对,找了康埃纳士的CM 呃,来,来上节目 那老X曾经在那边服务过 对,那这我们稍晚可能有机会再聊 那离开了康埃纳士之后 呃,老X等于就是开始自雇者 然后这一个中年大叔 出租大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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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级实习生 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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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是 那,呃,可以跟我们讲就是说 因为过去在这,这是几年 2015、2016 呃,离开康埃纳士是18年 哦,所以其实意思大概五年前 对 那在那之后就变成是一个自雇者 我知道其实在现在年轻人 其实非常多人做这样的事情 freelancer或者是自顾者的工作 但是 因为毕竟你其实 帮别的公司打工 其实也超过了 我亂讲 我猜应该超过20年以上 25年 25年 对 那这个工作的时间非常多 但是为什么会是在一个 这样子的时间点之后 开始做自己 不是在说 我在康埃当一个 我不知道是什么长 数位长之类的 那我之后在一个 之后我通常大家都会 可能在一个长 或者是一个顾问 但 这个 这个 这个决断点是 的思考是什么 好 我在康埃当那市最后的职务 是他们的副总经理 然后同时管那个 编辑部跟数位的部门 好 那那个时候会离开 其实当然是因为说 我自己在15年的时候 加入康埃当那市 然后17年的时候 就很幸运的 就是业务的同事也很 很给力 然后我们当然也表现还不错 所以那个时候 康埃当那市的 那个数位收入 已经超越了那个 纸本的收入 而且是总收入扩大的情况 所以我自己心里面 已经有觉得说 好像应该算是有达到一个 里程碑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一半的功劳 不是我的 好 然后后来结果就觉得说 好像想要休息一下 所以我在18年那个时候就 在一次长假之后 然后通常长假就是会做这种决定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在英国度了一个假 然后十几天 回来之后 我就马上寄了信给老板说 我要离职 那就吓到说 奇怪你刚休完假回来 为什么要离职 那我说 其实不用担心 我会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就让你慢慢的去安排我后面的工作 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离职前 就是那个三个月前就提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打定主意 要休息一记 因为就觉得蛮辛苦的 好 那结果在那个休息的过程里面 就发生了一件 我觉得改变我整个后面的职丫的一件事 就是我以前在雅虎的老板 本来是我们拍卖的那个主管 后来其实他变成雅虎总经理 就是洪小玲小姐嘛 然后他就刚好就知道说 我要那个离开 然后就说 那你就吃个饭聊一下好了 那我就说好 那后来就那个吃饭聊的时候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哎 Charles 你有想过你会工作到什么时候吗 那在那之前 我的官方版本都是做到做不动为止 那其实有说跟没说一样 因为所谓做不动为止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他就说 那你有想过大概是几岁吗 那我就认真的想了一下 我就说 其实应该就是我的 比如说寿命的那个大概 八九年 结束的八九年前吧 这样子 也没有讲 他就说 那你知道台湾人现在的那个平均说明已经八十一岁了吗 我说 哎 我不知道耶 那我那时候就很快的想了一下说 平均的意思就是抓长补短嘛 所以如果假如你保养的好 其实可能也许是九十 甚至更长 而且 家母已经八十四岁了 那如果说假如就是那个我有遗传到他的基因 其实我也很有可能会这样 那我就想一想 哎不对 那个所谓的做不动应该就是只七十几岁 但是现在没有工作 可以让我 就是上班族工作是理论上是做不到那么那么后面的 那我就突然觉得 哎这个事情好像值得想一想 那我就当然也问他说 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那他其实他提到说 因为他自己一直都是高阶经理人 他也觉得他的工作是用一个比较高的压力一直在做 所以他自己也在思考他的那个质押的一个想法 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小丽 你如果假如你有想要探索一些像这样子的东西 有机会的话 我能够就跟你一起吗 因为我想说有有个前辈这样子 那后来就反正我们就开始有组了一个社团叫中年级实习生 对不起我刚刚讲高年级现在是中年级哦 对对对 失策了 高年级是七十岁那种 已经预测会活到九十岁了 所以现在是中年级 我刚刚说 story 对 ok 没有没有没有 好 那后来其实我就 因为我一直在二十五年的职家里面都在做上班族 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蛮 做的蛮好的上班族 但是我不懂得上班族之外的工作要怎么做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探索 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个实习生的概念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我有点像年轻的时候要去实习一样 我现在在实习一个新的职业 然后出租大书其实是那个时候第一个开始 那我就想说反正不知道要干嘛 就干脆就把我自己就是租出去好了 所以你就可以花点钱 然后跟我约时间 然后跟我聊天 或也许来咨询 所以那其实是有一点点意外的开始的这个 这个探索的旅程 那就开始这样子咨询 然后出租 这个在持续多久啊 从那个时候 等于是19年的1月1号 我就有了一个办公室 然后我就在里面 你可以跟我约时间在这边 那其实一直到现在 那当然中间有经历一些不同的变化啦 举例 像那个20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COVID-19嘛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没有所谓的咨询 就是面对人咨询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时候当然就要去做一些别的 所以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 有在做那个线上的内容线上的课程 跟商业社会学院合作啦 然后我自己也做一个小小的内容的订阅 就是付费订阅的服务啊 反正就是一直去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 那我记得还有说书对不对 对 这都是当时间的尝试 是 那其实这跟之前上班族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当然有一些基本上的基础的不一样 就第一 像是那个像COVID-19 然后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的公司如果活得好好的 你基本上就还是有薪水可以领嘛 那但你说像我们这种自顾者 当时如果说假如案子 譬如说不一定那么顺利的时候 当然就没有这回事 所以每次大家在讲什么台风架的时候 我就心心想说 这就是上班族的福利啊 就是你说像我们这种自顾者 然后所谓台风架这个概念 就是你不做就是就没了嘛 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基本的心理安全感上 可能就有一些差别 那另外一个 但是好的是 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的摩擦力相对低很多 所谓的摩擦力是当你在组织里的时候 其实很多事情是不由你自主的 你要处理很多的沟通协调 说服然后劝诱等等等 所以一件事情从开始谈到真正发生 搞不好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后了 那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 现在一我自己的事情当然就自己可以决定 二我也可以决定我的客户 或者是我要跟谁一起工作 所以当我觉得说这个事情如果说不如我的预期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快可以去做一个调整的 对那我觉得这种摩擦力其实降到非常非常低 那这当然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可是 就是说因为我们习惯了领薪水 那领薪水过了一阵子 你就觉得说 那你怎么去跳脱这一个 因为比老茶年纪比较长一点点 对我是老头 然后所以拥有一点 基本上会有一些积蓄 所以你那时候会给自己大概多久的时间去 呃 做个gap year 对对对 这件事情假设不顺利 你打算怎么办 或者是你怎么去评量这件事情 当然我那时候还算幸运的是 因为我真的有一笔钱 所以那时候算过 大概应该一年 如果假如不顺利的话 至少还可以撑得下去 那我想说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如果假如还 譬如说真的试不出个名堂来 那你也知道认了 那但是我当然一来就觉得说 我应该不会训到说一年都还没有搞 赚不到什么钱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那那显然真的不要想太多 乖乖回去上班 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的确是有一个 一个余裕来做这件事 算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 好那但是我觉得其实 坦白说真的开始之后啊 也发现说有很多的机会是你必须踏出这一步之后 他才会出现 因为平常他不会来找你 他也没有觉得说好像能有机会跟你用这样的方式合作 但是当你自己变成是一个自顾者的时候 人家才有机会来问说 那你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 哎呦原来有这样的那个可能性 那这其实真的要开始之后才会知道的 嗯嗯嗯嗯 那是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机会 是做 比如说有点像自我行销 或是开发新的客源的这个部分吗 嗯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啊 我后来其实有了一个体悟 就是以前都会觉得说好像要很有名 或者是很多人认识你 人脉很广 才有这个机会 但是后来我发现说没有 其实坦白说啊 一个人需要的机会量 大概可能就跟你的信任网路有关 就是只要有一些人是真正跟你有信任关系的 也许他认识你 也许他知道你过往的成绩 其实那个机会可能对你的起步来讲 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 不一定要说你真的很有名 个人品牌什么要很厉害 就是以前当然我都会有这样的担心说 哎自己会不会就是没有认识啊 可能没有人要找我 但是后来发现说也不会 因为其实在我认识的人里面 可能就有人觉得我好像可以帮忙他 说一些事情 然后就从这样一个两个开始 慢慢的其实也许就还算顺利 对 嗯 所以朋友们也都是精选的朋友 没有没有 不要这么说是大家还看得起我这样子 优质朋友 人老了总是有几个朋友 比较优质 人老比较优质 而且我刚想到2018年 2018年是音赛刚好卖掉 卖给乖近平王 是 所以他有一堆一点点的余裕 想帝贡献 对对对感谢音赛这样子 其实这里面很大的裁判就是音赛支持的 今天真的有那种感恩之旅的感觉 我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情 就是感觉是有 那这个被卖掉的 卖掉的 有棉薄之力 你有棉薄之力 你有棉薄之力 对对对 所以一直到现在应该是第五个年头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sustainable的事情 就是一个可持续 然后而且就是你也不会觉得困顿 无聊 风险高的事情 始终当然不安全感一定会有啦 因为你不知道变化会怎么样来 那但是我自己觉得说 经过这三年疫情 感觉上好像应该已经算是过了第一关 然后也已经有一些经验值了 我想说当然这个现在的那个心理 绝对比那个五年前来的就是安定很多 嗯嗯嗯嗯嗯 如果呢如果今天是 我猜测应该会有很多比较 应该各式各样的人会来问你问题 那可能也也会有年轻人 那假设如果今天是年轻人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跟你最大的差距 或你会给的建议会是什么啊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样啦 嗯第一个当然就是年轻的朋友就像你刚有点半块 反正人老的就朋友自然就多一点嘛 那我想年轻的朋友 当然这个部分也许可能相对来讲 跟我们这个年纪来讲会有一些落差 以及其他的确也可能会需要一些在经验上面的那个补强 那我想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当然他必须要先从一个真正 我觉得对他来讲掌握度很高的利基点开始 他绝对不能就是说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左右试试看 因为通常来说这可能也许那个试错的机率会蛮高的 嗯嗯嗯 好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年轻的朋友一个好处是 他比较可能不会有一些像我这个同年级的人 可能会有那种所谓的呃身段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他他本身是很有弹性很开放的 那请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去呼应呃各种的机会 嗯嗯对像我自己觉得我如果假如现在还算是有一点点站稳脚步的话 大概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开放心态开放的人 所以我不会介意说好像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合作 我都愿意去试试看说哎这样子其实也可以那样子好像也行 甚至我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就只要有一个事情 新的事情来的时候我对我对先把它当成是一个calling 就是哎你好像应该可以来试试看这个机会的那种感觉 那就算不一定会成 但我都觉得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学习 哦嗯好那这但这是很我接下来这个问题蛮技术层面的 就是说那你用到这么久因为在组织里面我们常会用 没有我们可能会用slack我们可能是用什么那在你现在里面的这一个 呃个人教练的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品牌打造这件事情上面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好用的工具 哦工作流 之类的工作上面的比如说我可能会用呃比如说有人要booking你时间 哦你有什么工具你觉得很好用 可以接预约的 比如说今天有一些笔记或上课或是简报用的工具 可以专案管理的 之类的这样就有没有你最常用的一些呃小东西你觉得蛮值得推荐的 呃坦白讲我用的工具很简单 哈哈哈其实像你说booking的那个其实跟你们一样也是用clangly damit的这样子 航班软 hiking Pak saute movements 就还满方便了 嗯 然后你说笔记坦白说其实我还是Evernote user 哦哦哦哦哦! 那原因是因为说一真的已经有太多笔记已经被记在上面了 对 那二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工具本 呃工具本 花在工具的时间跟花在真正内容的时间必须要有一个平衡 甚至应该是内容的时间还是要多工具的时间啊 這是我自己的老頭子的那個相信 所以我覺得說與其我花很多時間去研究新工具 反而是好好的用這個工具 但是做到我想要的那個效果 這可能是我相對比較相信的一種路 那當然中間你說像那個slack 一定是我跟很多團隊就是保持聯繫的一個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 然後有時候會用那個trail來當那個看板 就是所謂的任務管理這樣子 其實大概就是這幾個很簡單的東西而已 到不複雜 都沒有什麼非常就是複雜 高深的 Lotion 模板一百個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身為一個自顧者啊 其實有一個很殘酷的現實的 就是你的每一分鐘 就是你唯一能夠賣的商品 對所以你花在那個 沒辦法賣的事情上面 顯然就可能花就比比較吃虧 所以我自己有點就是比較務實的看 那我時間如果只有這樣一點 有時候還要休息 有時候要看劇 那大概就可能只能從現在這個部分 去盡量發揮到一個程度就可以了 那這樣心理壓力會不會很大 就是真正在休息的時候 會覺得我在浪費我自己的錢 也沒到那個程度 但當然就是一定會有一個警覺啦 所以像那個 我現在的確就是常常會看我自己的那個行程表 如果說假如發現有時間沒排好 然後就會有點 這個是不是能夠來弄一個什麼事呢 有沒有誰可以 來買 就很像sign in 對所以有時候後來想想 人家都有一個錯覺 覺得說自顧者的時間彈性好像滿大 其實沒有 反而會希望說盡量把它排 那甚至可能就會常常有時候 就會嘎不進去的那種感覺 對 那另外一個 講時間這件事情 就是說那你不會覺得這個上下班的分業 沒有所謂上下班 就是你怎麼去 你有第一種是你有很好去刻意隔開上下班時間 還是其實你就是混著你也無所謂 我大概比較大的一個沒有弄好就是所謂的六日 以前六日真的就是純休息在上班的時候 但是現在其實比較沒有所謂的純六日 就六日可能還是會安排一些工作或者是事情來做 那但是每天的 就是說晚上這個時間我會盡量就還是讓自己休息 因為也知道說這是一個持久戰嘛 如果你自己burn out 其實也不是好事 你不要活到九十歲 晚上我還是會盡量是不要忙太忙 那但是難免其實還是會有 那我想其實這個就真的沒辦法 恩恩恩恩恩 因為像我自己是 我自己幾乎是沒有在分啦 那我自己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這樣覺得沒什麼問題啦 所以我只是好奇別人是怎麼做這件事情的 我覺得好像每個人有自己的那個能量恢復的方法 像我的話可能就是看老電影 就是在那一種就是讓自己完全 因為你已經知道劇情 然後你也不會去擔心 然後你就很自然的就是沉浸一下休息一下 我習慣用那個方法去恢復我的能量 那顯然就一定要有一個時間要能夠看老電影這樣子 恩恩恩恩 所以我可以冒昧問一下 就是說比如說像你覺得這樣子比較穩定的 你大概會有幾個Client 就是你的客戶 或者大概這個心裡的感覺會是多少的數字啊 恩 坦白說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說我的收入大概要到二十萬以上 我會比較放心一點 哇靠 對 每個月這是什麼月嘛 每個月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盡量想辦法讓這個水位有維持 喔 對對對 哇 那當然就是說這裡面一定就是要用各種方法來組合出 二十萬 這個錢嘛 對 所以這就是我 恩 煩惱就是煩惱在說怎麼樣去把這個組合就是 去維持最佳的那個狀態這樣子 哇 其實這還蠻 蠻厲害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蠻多人心中度 尤其智固者 他 他至少是一個一個 指標 指標 中高標了 我覺得 沒有沒有沒有千萬不要這麼說 哇 淺了 淺了 我淺了 我相信比我厲害的人多的是這樣子 SORRY我這個技能點的不夠多 對 恩 好 那好 這個是過去五年 那你現在 我知道你現在在講的所謂第二人神之類的 那可以跟我們多分享一些這些你最近在做的事情 跟你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其實當時剛提到說我這樣子開始的一個旅程 那其實這裡面我覺得有一個觀念影響我蠻大的 就是那個英國的一位管理大師查爾斯涵蒂 他提出的第二曲線這個理論 那其實好像一九八幾年就已經提出了 好啦 其實他原本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談的比較是企業組織 就是你的成長曲線其實是一個橫躺的S嘛 所以你到了那個高峰之後一定會盛極而衰 所以他就是說你在還沒開始盛極而衰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去準備第二條成長曲線 因為前面那個低谷 你才可以用第一曲線的那些盈餘來補嘛 好 那我覺得說以前大家都拿這個來看企業跟產品 但是其實人生也一樣啊 那我自己覺得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那個生活算是比較寬裕的 那時候大概應該就是40歲之後的事 因為一 那時候的收入還不錯 然後未接也不錯 然後一切都感覺挺好的 那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如果正常來講 在那個時候應該就要開始 但是那時候其實我還沒有這個概念嘛 所以我反而是接近50歲 就49歲的時候才做這件事 那相形之下 感覺好像已經有點晚了 對 那這個其實第二曲線就是 我現在一直在跟很多的朋友 特別是40幾歲的朋友在談的事情 就是因為說 你現在大概應該就是你的人生高峰 相對來說 那你如果假如要去因應說 這個東西可能也許始終 它會有一個鏡頭的話 顯然你應該去安排另外一個 新的那個成長曲線 好那這個其實是這個部分 但問題來了 這個東西很反常識啊 你一切都很順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做一些辛苦的常識呢 這就是大家可能最難過的那一關 大家只有在熊市的時候 才會再說build 對 所以其實就是人性通常都是 我常常有時候講直白一點 就是人都是死到臨頭才會想改變 那但是你卻要不是死到臨頭的時候改變 我想這是第一個心裡面可能很難的那關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說 那會是現在嗎 就是就是馬上嗎 那我就會說 如果你覺得一切都很好的時候 那就是那個對的時候 這其實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想談的是 我們等一下是第二件事情 這個最近我們老茶跟我們都在看 這個老人在看的福利連 是 葬送的福利連 福利熊 福利連的動畫 然後福利連是一個 日本現在新的一個動畫 是一個講述一個 一個 千年的老妖 千年的 千年老妖沒錯吧 這個這個這個精靈 然後因為他上一次是跟一群人類 一起去做冒險 那過了幾十年之後 這些人類都掛了 那這個這個精靈呢 叫福利連呢 他就是重新踏上這旅程 然後去回味 過去跟這些夥伴冒險的歷程 那在路上他當然又遇到了新的人 那其中有一集就在講說 你不要暴雷哦 就是 暴雷 你不然已經演過了 這個不管 不一定哦 那反正剛剛意思就是 剛剛講這句 你意思就是 他中間有遇到一個 也是生女 然後跟你講說 我現在 呃 我十年前錯過 我跟我夥伴的出發 那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現在就出發 對 這個這個是 那一集的概要 這 這其實是同一個concept 就是 我們可能錯過了很多事情 但實際上 下一件事情 最好開始的時間就是現在 沒有最好的時間了 沒有最好的時間 有句話嘛 他說 種一顆數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現在 對 所以其實 雖然我剛剛談到的所謂的有一個早晚的概念 但是其實只要意識到就開始 我覺得他始終就不晚 就會work 對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 好 那第二個 剛剛講 如果假如你真的克服了那個反常識的那個心理障礙說 我現在挺好的 為什麼要改 那下一個問題通常都來了 那要從哪裡開始呢 好 那所以我後來意識到說 其實很多的朋友大概就是卡在 一 該不該開始 跟二 我要怎麼開始 好 那所以我後來 就覺得說這個課題應該是一個要去被解決的事 如果我要幫助我的朋友的話 那就今年有一個很意料之外的那個 算是對我來講的一個發展是說 我在今年三月開始啊 就反正就是 就是一群跟我情況差不多年紀相仿的朋友 那我們就開始有一個 每週在線上聚會一個半小時的這樣的一個社群 OK 好 那結果在中間就聊 就反正大家就聊彼此的那個進展嘛 那後來有一次有一個話題是講到說 因為我看到一篇報導說 英國有一個工作叫做退休教練 那所謂退休教練 其實他不是純退休啦 有點像是就是 你的人生下半場教練的概念 因為你下半場可能也許 你並不想退休你想工作嘛 那他也會幫著你就是讓你就是走到那個新的軌道 那我那時候我就說我覺得台灣應該也要有這種工作 因為就提到說 很多人可能其實在這個部分是需要 需要有人推他一把 甚至可能也許陪著他走一段的 那有有一個夥伴就說 那這有可能去跟外國去拿那個 那 license 來經營嗎 我說英國那邊的情況跟台灣差很多 你就要拿了他的那個方法來 未必適用 我說這個東西如果假如要有 應該還是我們要自己發展出來 甚至就是你我正在做這件事的人來發展這個服務 那後來就有大家反正就在那邊敲碗說 那這樣老查你 開始的比較久你要不要來做這件事 那我心裡想說見鬼人 怎麼又被推坑 推別人坑就自己被推坑 好那後來我就剛提到說 只要有這種東西 我就會把它視為是一個calling 我就好那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就想說那這樣如果假如 我要用這個方法來幫人的話 我該怎麼做呢 那那時候就意外的發展出了一個工作方 工作方 就是說因為他好像不是知識面可以解決 你必須要去做一些練習 好那所以後來我就那時候就 因為這樣的一個一個需求 我就發展一個工作方 後來就是先把我這個社群的 這些夥伴就是放在一起 就先來主持一次 因為我想說反正好 後來大家給我一些feedback 只有意料之外是大家覺得 欸好像有真的讓他產生了一個 下一個行動的那一種效果 那後來結果就是第二場 反而是一個企業單位 他就直接包場 他說你能不能幫我們辦一場 企業是真的是員工嗎不是 真的他的會員 那我就想說那這些人我不認識 如果來試試看會不會效果有不同 所以我就說好 所以後來就第二場 欸發現說不認識的人好像也有用 然後第三場是針對我以前雅虎的同事 那也是我們現在有在聯絡的也是一群 就他們的反應也不錯 然後接下來第四第五場就變成是收費公開班的 就變成是對然後就是直接收費 然後你就是那個歡迎報名這樣子 那所以就有一些朋友是這樣子報名來 然後而且就是付費的 然後第六場又是那個企業他又又包一場 好所以我從九月二號辦第一場 開始到現在其實已經做了六場 哇三個月六場 OK 所以這個工作方大概會有哪些面箱 好那我 不怕我浪費大家太多 沒有沒關係我們再聽一下理解一下 這是幹嘛 準備退休都要準備什麼東西 好那我自己在想 我自己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一些讓我就是能夠堅持下去的方法 第一個當然是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看了一本書 它書名叫做大人的週末創業 然後其實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我覺得蠻有趣的 它叫你寫你的人生年表 好人生年表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寫我的人生年表 結果我寫完我的人生年表之後啊 我意外的發現說有一個事情 我已經 我本來以為它已經過了 但它卻影響我非常非常的大 那就是我的那個小時候的事 然後因為那時候小 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父親曾經就經營事業失敗 所以那時候其實家裡面 就是受到很大的一個經濟上的衝擊 那甚至其實後來我都是半工半讀 然後而且就是也經過一段稍微困苦的那個時候 好所以那以前都覺得說那個事情就過了 但是我突然後來從這個年表裡面才意識到說 我之前對於上班族職涯如此的堅持 就是因為那個是沒有風險的 但是如果說假如我不是一個領薪水的人的時候 我就會擔心說 也許搞不好就跟我爸一樣啊 好所以我就覺得說 哦原來我以前那麼討厭 就是所謂的上班族之外的事是因為這個影響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發生還記不記得就說其實我是很喜歡收集什麼玩具啊這樣子的 其實我後來發現說原來那好像也是我的同年的一個補償的一個無限延長版 所以我後來很自然的就把這個嗜好給戒掉 而且一點都無痛 因為我發現說 哎你都已經50歲了 你要補償13歲的你到底要什麼時候 所以我就突然就哎想通了 好那所以 這個其實是我的那個方法論裡面的一開始 我會要 參與的人先完成這個人生年表 就是來參加工作方式演 我就先發給他 然後就請他先做 然後但是來的時候啊 我會請他做一件事 就是想辦法把這個年表用一個曲線的方式給呈現出來 嗯 好所以他就會去畫出他的那個高低起伏來 嗯 結果在這個時候就很多人發現了一個 可能他跟我類似這樣 哦原來我過往的人生裡面有像這樣的事情 或者這樣的含義在裡面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先搖一搖你 就是說哎你的人生 其實可能跟你原本以為的那個想法不太一樣 這是個編年史的概念 你個人編年史就是把自己可能有發生過的大事 對 給寫下來的意思 有一種心理諮商的感覺 然後在那個時候其實我有一次有一個參與者 他就講了一個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 哎 我本來覺得我最近這五年大概是人生裡面相對辛苦的 但是當經過你這個人生年表跟畫完這條線之後 我發現我這五年其實比起之前根本也沒算什麼 所以他就突然有了一個不一樣的那種感受 好那從這個當作是起點 那第二個part 我就在中間有一些方法讓你對你的現況 也許更加的那個具象化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自己在工作裡面可能每天經歷很多事 生活裡面有很多的那個變化 然後但是我們都把它當成就是一個隨機事件的那個 連續而已這樣子 好那但是我會試著讓你做一件事就是 把你最近在工作跟生活裡面最常出現 最常發生的五件事 頻率最高的五件事寫出來 然後我這樣用一個方法讓你也給他一個分數 其實在這個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說有一個很奇妙的事了 因為我那個我會用三個指標嘛 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這件事情你的那個投入程度高不高 然後你其實說這件事情對你來講就是有沒有那個吸引力這樣子 然後但是那個分數要用成的 這是一個priority的概念 优先度也不是 它其實比較有點像是一個數據化或可視化的那種概念 好所以你想像一下說假如每一個項目是一到九分 然後三個乘下來 我想請問你如果假如每一項都是五分的話 乘下來是多少分 剛剛講了幾項 五乘五乘五就一二五嘛 但是如果假如它是九分的話 是多少分 跟如果假如它是兩分的話是多少分 其實你會發現說 原來我最常出現的頻率的這些事情 對我的價值其實是可能會天差地緣的 所以在這個可視化的過程 數據化的過程裡面 它就讓你意識到說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嗯 你以前本來都覺得說每天反正就是有很多事 照表超客 但是如果假如把那個事情就是真的讓 就是貪在你面前說 這件事對你來講的價值是這樣 這件事對你來講的價值是這樣的時候 你會突然發現說 那為什麼我要把這麼多的時間放在這個事情上呢 那所以這兩個其實就是稍微把你晃一晃 有點是心情啊 你的心態是這樣 那當然後面就會有一些就是讓你去發展所謂的下一個行動的一個練習 好 所以那時候用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設計之後 結果發現說其實來參與的人 他都有被這樣的方法搖到 甚至可能很自然就發展出了下一個他的行動的那個起點 好 所以就是我這個有點是意料之外的那個 因為我沒有學過什麼工作方設計 也沒有學過什麼焦慮心理 但是我就回過頭從我自己這幾年來 怎麼樣就是撐到現在的那個那個方法去想辦法去讓他就設計出一些步驟之後 欸好像感覺是有用的 好 那所以這就是最近有點意料之外的那個那個收穫這樣子 哦 所以這是一件事吧 好那也就是說他可能可以regular就是一個月可以辦個一兩次 然後那你本身平常有一些配合的客戶 那現在還是會有人跟你一對一諮詢嗎 有 還是有 哦 所以這幾個是多元的收入的模式 所以可以讓他分散然後穩定的成長 不過我自己對這件事情後來有了一個新的想法 我在辦到第三場的時候就意識到一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人都說他想參加 但是因為這個的設這工作上的設計每一場最多只能8個人 呃呃因什麼 setting 就是因為我們一起好好 啊 我就教你 你就可以去带这个工作坊 这是我在第三场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样的意思 那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要开源很简单 我只要把档案上传你就可以 但是你不会用不行吧 那你都用错了 当然也不太好 所以就显然我还是要有一个 指导你的那个方法 那所以这就是我现在 正在烦恼的事情 就是我怎么样 让它变成是开源 且又可以就是trainer trainer 那所以这就是我明年 大概应该会开始花点时间来的 那有朋友就说 你这个本来是你独家的 那你如果开源出去之后 那到时候人家都不找你这样 我说没关系 因为这东西其实我觉得 我本来就没有想把它当成是一个 所谓的工作 那纯粹就是有点意外的那个 所以其实越多人 因为这个方法而开始这个探索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平均受益80岁 不是只有老茶会碰到这件事 就是所有人都会嘛 那如果假如你可以用一个类似的方式去更省力的开始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自己在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期待 对对 哇好 我echo一下 我记得我认识老茶的时候 在雅虎奇谋或者是在不管是康爱纳什之类的 那办公室你进去啊就满满整个 它有一个自己的partition 不管是自己的partition或是自己的房间 里面就会满满全部是玩具 在某个时间点 在某个时间点我也很着迷于这个方式 就是你可能在10年前或15年前 你看到我桌上 包含在游戏公司 我可能也会买很多的 我会买模型 不要偏美式的啦 但那个就是一个时间点 可是你现在看到我就完全 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公司 我完全不买这些了 就是第一点 但这有很多人对啊 很多人来讲是一个collection 一个收藏 但到某个时间点 我忽然意识到这件事情都是 生外之物 真的是生外之物 然后你放在那边呢 其实你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欣赏 它就是放在那 那你会后来你会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惜且无味 因为只有你自己能够 能够enjoy 所以不会拿起来玩之类的 不会不会 真的不会 然后我后来就想想 你就想到 其实even到现在 我还是有个橱柜 那是从我可能小时候 8岁就有的橱柜 然后里面是我 从那时候小时候就在的 乐高 跟所有的东西 那不多啦 然后一些小的那种 那个绿色的小冰啊 那些全部都还在那 even到今天 磁子哥都在那 还有比如说 我以前买了一堆那种 磁碟片啊 旧的游戏杂志 那些都在 哇 但问题就在于说 那些东西都在那 但它就是放在那 它 它就是archive在那边 对 它就没有任何 它不是为了争执目的 它也无法为你的daily 造成任何的影响 你只是为了一个很可惜 所以我在某个时间点 我也意识到这个 这件事情是需要被解除 那解除之后就 我就再也对于 像我这一次去comicare 日本comicare 我什么东西都不用 我都不会买 就是你了不起 可能会想买一件T恤啦 就了不起就这样 然后任何的东西 我都不会买 然后我到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日本任何地方 我都是走过去看过 我就OK 然后我就走 我就我就可以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可以 这个很轻松的度过 这整件事情 好像也是 其实我还是会去逛玩具店 我还是去看 哇现在技术超赞的 这个哇功好戏 超可动 但是就看完就走了 对对对 就很peace 对就很peace 然后这个完全不会有动力 很难欸 我现在觉得 哇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你没有该买别的东西吗 并 没 没有那个是为了投资嘛 那是投资 投资不是为投资 对 然后第二个是就创业失败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父亲我爸 他以前也是在大同 就是台湾就是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 大同其实非常的好的一家公司 对是是 然后 那他现在呢 现在当然就资产股 不是啊 但是我记得很棒的时候 我最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大同那时候非常好 那我在中山北路的一楼呢 他以前是个图书馆 就进去有各式各样的书 然后我就会看到什么 有那种太空的啊什么的 我记得 对那个 我对大同的印象 无理霹雳好 那后来我爸就自己跑去创业 然后 我也印象就是 就是 有好有坏 那当然后来但是 没有成功啊 那当然会影响到 家里 然后我对于 我也一样 就是 我其实我那时候打定主意 我绝对不会创业 结果你后来就创业了 不是 但是 这当然中间有很多的拉扯 然后 你自己怎么告诉自己 然后我大概是在 我也是到了三十几岁才跟Richard创业的吧 那那个已经是到了三十几岁 然后你在某种时间上克服这些 但是 我自己是一直跟我讲自己不能创业的 那结果我才说我这是一个笨蛋 他就还是做这件事情 从道附测 但是 但是anyway 呃 呃没有 没有附测 他应该很成功啊 没有成功 就是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我没有 我没有拖累到其他人 没有 你客气 我没有拖累到其他人 是我觉得 呃 但你不会在某一些快要失败的时候 就想说 哇 惨了 PTSD 就是 会不会发生 好像没有碰到这件事吧 没有没有没有 有啦 有 一定有 但是路径不大一样 然后我也觉得 我走的比我爸稍微远一点点 就是 远是有啦 就是撑了比较久 这就是现在来到了这个 对对对 关键评论网集团 对对对 所以撑了比较久一点点 所以 呃 总总体来讲 我觉得人的确都会 因为家庭因素而受到 呃 接下来选择的影响 那怎么去 呃 review这件事情 然后克服这件事情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嗯 对对 尤其你要做 呃 第二曲线的话 对对对 好 那 呃 我 我想跟 大家可能对于老X 啊不是怎么熟悉 就是哎老X 你可以跟我聊一下 就是说 你以前年轻的时候 怎么进到网路圈 那再进网路圈 你怎么在干嘛 好 其实我的第一段职业 反而是出版 就是现在大家在讲说 啊你今世那个 对 但是我那时候其实 那时候其实坦白讲 出版是还蛮好的 甚至有一度 印书就跟印钞票有点像 就是你要出就会卖 跟唱片一样 你想象一下 比例 像说你是出哈利波特 你真的就是 印多少就卖多少 而且一直加量啊这样子 好 所以其实出版有过他好时机 甚至可能更早更好 好 那但是当然 我在出版这个行业的时候 其实出版还算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也还蛮喜欢这个工作的 但是后来就有了一个 很有趣的转折 就是 我就进了博开网路书店 好 那时候进博开 其实是因为说 大概在96年 Terry刚创业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带着一个 笔记型电脑 我去跟出版社谈说网路书店 那时候其实你想想 96年谁会知道什么叫网路书店 谁会知道什么叫电子商务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在一个出版社里面担任当时我们总经理的助理 所以就是帮忙安排这个会议嘛 然后那时候其实他可能就跟我有过第一次的那个联系 虽然说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 那个东西我完全无法想象 什么是网路 就是网路真的可以卖书吗 你知道很久以前有一个观念是书没有翻过怎么可能会买呢 都要到书店翻翻看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说这东西 有点听起来不太可能 好那但是后来就反正是 跟Terry一直有一些联系 然后他偶尔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说 你要不要来那个伯克来 那我就说您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懂 没办法这样子 好那一直到1999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数位时代 你在数位时代 对我在数位时代待了半年 然后我那时候就做那个行销企划 那时候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有一个工作是 当时的那个法尔克是在那个 环雅 对环雅那边 现在叫做MOMO吧 MOMO百货 对不过那时候环雅是在 那时候Flag在地下楼 然后他有一个场地 那数位时代每周都会在那边办讲座 那我就是要负责去 host这个讲座的 就Me Taipei啦 创业小剧 好类似 一直办到先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听 这些所谓的网路先驱者 然后在讲詹先生啊 谁啊就 那我就哇 网路这段原来正好的 很有搞头 有搞头这样 那后来那个时候 Terry他就又说 你要不要来伯克来 我就说好 所以我就去了 好 那那时候去了伯克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非常早的时候 就两千年 两千年那时候 其实连Seven都还没投伯克来 伯克来那时候 你想想看96年创业 两千年那时候 也还是一个新创 那不是巴伯要开始了吧 对 那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 巴伯就开始了 好幸运啊 天哪 就怎么回事这样子 好那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 做出版 起家嘛 然后我对这事情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跟热情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东西应该还是可以 所以我也没有离开 然后就继续做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 其实坦白说 如果假如讲到那个Seven这块啊 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小故事 只是要花点时间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可以有没有没差 对对对 好 那时候是这样 有一天 我那时候刚进去 然后就是所谓行销主任 然后我上面还有一个老板 那后来就有一天 那个Terry就飘出来 那时候我才进去大概半个月 他说你们经理在吗 我说经理出去 那个参加那个记者会 因为那时候巴伯还没开 的时候每天都有记者会 他说那你进来会议室一下 那我就进去 他说哎 那个全新啊 那个待会这个东西是一个机密 那个你还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要你转告你们的那个老板 所以我就让你知道 我们跟Seven正在谈那个取货付款的合作 我们是大概是第二轮 就是最早航式暗设数位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几家 暗设数位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已经那个系统都好了 对接都完成了 但是Seven对于我们的那个行销这个部分 觉得说好像不太够 那所以那个你 待会你那个经理回来 你跟他讲说 明天我们要给Seven一份新的行销企划案 然后那个 明天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我第一次一定要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我就是如实转述 所以后来主管回来 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 他说 这有点难 因为我们之前那些企划案是写了一个月的 那就算要改 也要知道到底他比较在意的是哪里 不够那个 准备没有沟通的情况下 就明天要交一个企划案呢 那这样不行啊 就是老板怎么这样 那身为传话的人想说 糟糕 好那后来我就跟我的主管讲 我说 刚刚的情况 我看总经理是已经答应了对方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明天一定要有一个企划案给对方 至于会不会过 我觉得可以后面再讨论 但是显然这个动作本身好像应该要做到 这样才比较不失我们好像的承诺的那个 那我主管说 现在已经五点钟了 请问那个明天早上 就是这个案子要怎么生出 就是我啦 那就是那个人 谁来讲就谁做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老板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当过就是那种企划文案 所以写企划案也算是我的一个 算是那个 那个基本 基本专长之一 如果你可以让我看一下这个案子的资料的话 也许我先来写一个 然后但是我们争取明天好好跟Seven讨论说 怎么改的这个空间好吗 那当然 你想做就给你做啊 所以他当然就好啊 结果他就给了我一箱资料 然后我就看资料就看到八点半 那后来我就想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因为我以前在做缺乏文案的时候 有一个learning就是 你只要把那个concept形容得好 其实大概就已经先成功一半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说 就是所谓的超商许货付款 这应该怎么来去沟通 你要想象 现在那件事情现在是 和大家就觉得稀松平常 但那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哦 所以肩负教育市场的重要 那后来结果我就想了一下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句文案 2400家24小时营业书店就在你家巷口 那时候是7000的电数是2400家 现在已经超过 然后24小时那个书店 那时候成品做的还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我就把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之后 这个就当做是我的那个slogan 然后下面就开始 堆砌一些东西这样子 然后我写完之后 大概已经半夜了 然后我就把它存在词片里面 然后印了一份放到我主管桌上 就放了一个立贴说 那个主管我已经完成那边 党名叫什么 然后我回去补眠 明天可能跟您请隔半天假 这样子我就走了 结果等我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 电话里面几十个位机来电 一堆讯息 然后就看这讯息干嘛 诶全新我们已经约了Seven 那个十点钟在那个东兴街 那个你直接过来吧 诶全新我们已经到了一楼了 那个请到那个柜台前 跟我们见面 诶全新我们已经上到 那个四楼会议室了 然后在那个四零几 让你进来 然后后来就没了 那我就紧张 赶快就打掉 插赛了 问说现在如何 他说过了 我说所以就谈过了 这样子 他说不是你的案子过了 我说哈 这样子也会过 那可能就是那个concept 算是有卖到 容易理解 好那所以后来这个案子 当然就交给我负责做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我的一个 就是你刚刚讲网路工作的起点 大概那个就是一个所谓里程碑 从出版 跳到网路 而且就是因为一个很奇妙的那个机缘 就开始做了一个 还蛮 就是以当时来讲 算是一个蛮复杂的那个专案 后来其实就 后面的那个旅程就开始了 对 所以那你一路从 在副开来待多久啊 待了两年多 两年多 对然后后来Seven就投资了嘛 然后后来有那个也经过那个纳利风灾 淹水嘛 就是那个 对耶 对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穿着那个连身的那个雨裤 然后在那边冲 冲那个泥淖的那个 仓库的那个人这样子 对最辛苦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时候就是反正风灾然后淹水 然后那时候比如说在东兴街之类的那边有很多地下室 那边以前是有机房的 然后那机房整个就 机房是你可以想像就是反正电信机房就在那里淹掉 那有很多人的这种网路服务的机器就放在里面 然后就全部淹掉了 对 然后这边还有书的 然后都不知一句 对我认识 是水呢不是去 对对不知一水啊 不知一烟啊 当时其实伯克莱跟那时候就是新学友书局投资的那个收主意都 都挂了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游戏公司也这样子挂 那个老板我也还认识 这是什么反正很多啦 那时候很多灾难 是是是 那个真的是一个重疾 重疾 对 然后伯克莱那伯克莱之后就进雅虎吗 对 哦就进雅虎 哇那雅虎待很久耶 对我待雅虎待十年 哈哈哈 那时候其实进雅虎也有一个很很有趣的那个转折 当时其实因为我先在伯克莱迟了 然后我就通知那个一些工作上的伙伴说我离职了 然后还在找 那时候雅虎的那个窗口就说 诶那那个要来聊一下吗 这是03年吗 02年 哇这是雅虎最我这样讲不太好 但是就是也是最辉煌的时候 呃没有最辉煌的时候正要开始 对啊 正要开始 对啊 那时候其实才 还是刚合并完 然后还在经历那个所谓合并的那个磨合期 然后但是 所有的那个东西就在那个moment要展开 对对 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雅虎才一百多个人 那我为什么记得你知道 因为我是扶委 我是要發那個三節獎金的 所以我每次都要去給大家簽名 所以公司有多少人我都知道 因為我就是那個給大家簽名的人 好 那時候 那其實那個時候窗口 本來是引介的是購物的一個位置 大家想說你是做博開網路書店 合理啊 ECR 好 那結果那一次啊 就是跟那個Rose約了 然後就 因為那當時一百多個人 他就會直接見 然後結果他就 本來聊的都還算蠻OK 就差不多了 他突然就丟了一個問題 他說欸 Charles 我問你 你覺得網路拍賣在台灣做得起來嗎 然後結果我就說 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說 網路拍賣如果要在台灣做得起來啊 那大概就是要雅虎了 他說年輕人不要這樣 你來應徵工作 然後我問你這個問題 你就開始拍馬屁 他說年輕人真的不要這樣 我說不不不 我說我講這句話是有我的根據的 好 那我說其實我覺得啊 拍賣這件事情 他要有一個基本的信任度 才可能就是有人會賣 有人會買 那我說這個信任度是很難建立的 所以誰來做都難 但是我覺得你們雅虎有一個東西叫雅虎 什麼家族 那我說因為我自己也收集玩具 其實我本身就是社群裡面互通有無啦 然後去那我說這個東西 其實我是有感覺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講我拍賣要能夠啟動 這個信任度有很有可能會從家族這種機制的那個已經有的那個信任開始 他說真的嗎 我說坦白講 就是您問我 我就是這樣說 我也不知道啊 他說那你有興趣做拍賣嗎 那我就說 也可以 因為我想說我是來找工作的就是什麼都可以這樣 所以後來我反而就進了拍賣 那我進拍賣那個時候啊 拍賣其實是正式的員工只有 我是第四位 因為當時連Sharlene他都是肩著做那個行銷部主管 然後同時take care 拍賣 所以他都還不算是完全就是 就是那個全部做拍賣 那真正就是當時完全全職做拍賣的就是 前面有兩位PM一位那個Engineer 然後我就是第四位拍賣的正式員工這樣子 哦 好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做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就從剛開始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賣 然後一直到說收了兩個費用 就是先收那個勘登費 後來收成交費 我就是等於從那個一片荒蕪 然後做到就是說他成為一個成功收費的服務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大概就是我在雅虎的第一個工作歷程這樣子 那個時候你進去的時候已經那個廣告打了嗎 什麼什麼都外什麼都不奇怪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其實是 你有做過這件事情嗎 好像有 好沒有 哇 你看你想想看02年耶 這樣等於20年前的那個事情了 那個時候呢 雅虎拍賣 那時候有eBay嗎 有 那是eBay是另外一家公司 對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子 當時eBay在台灣 就是他買了那個拍賣網嘛 對對對 好那就變成是台灣eBay 然後他當時就是跟幾大入口網站 番薯騰啦 PC Home啦 新浪網啦 本來也想跟雅虎這邊就是說買固定的入口 然後後來就決定雅虎要自己做 所以就跟eBay就變成是一個對抗的那個態勢 然後當時號稱eBay說有帶了兩億的行銷預算進台灣 所以所有的入口網站都有明顯的入口 只有雅虎沒有給他這個入口 雅虎就自己幹了嘛 所以那時候其實那個帳 第一個階段打得很辛苦 對 因為他其實那個時候以流浪來講 他也有很大的一個 一個 對 所以就並不是說我們好像就是那個戰 而且其他的機制成熟多了 因為就是eBay在美國做的很完完善 但是雅虎當時其實反而 鏡子商戶並不是雅虎的強項 所以那時候其實剛開始評他還真的蠻弱的 對 那個時候有一個很紅的廣告 就是他那時候也是打很大的廣告 就是什麼 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 雅虎拍賣 然後那個就是因為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雅虎 就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對 當年的很紅的廣告20年前 現在低於30歲的人都不知道了 對真的 然後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雅虎拍賣就整個就起來了 你可以想像 我現在比喻不太好 但是你可以想像現在 現在的蝦皮 就是當年的雅虎的拍賣 對 就這等同餘啦 這應該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對 當時真的就是首選平台 對 然後那個 listing非常多 非常大量 而且你要買什麼 都有 你可以想那是20年前 然後 而且他可以收費 很早期就已經收費了 對 廣告創意上也很好 就是跟現在 蝦皮一樣 蝦皮現在很多創意的行銷啊 或者是社群行銷的方式 廣告都有 其實這都不是 你現在可能很難想像20年 30年 25年前就已經辦到了 對 所以這個是當年就已經做的事情 然後後來就是拍賣完 去無名小站 對 負責無名小站的部分的工作 對 那個時候其實坦白講 也是另外一個一個轉折 就是我自己在當年啊 其實給自己的一個習慣是 每隔兩三年我就想換工作 因為我就想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拍賣都已經成功收費 而且是收了兩個不同的費用之後 我就覺得說我在拍賣的那個Milestone 好像也已經達成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也跟小林在聊說 那我有點想要就是離開 好 那那個時候他就說 啊真的嗎這樣子 那可是另外那時候其實我在拍賣的後段 我已經開始經營社群 就是拍賣的社群也是我一開始來做的 那那時候剛好07年的時候 雅虎買了無名小站 那在兩家網站的那個所謂的那個 會員合併上其實得罪了一些會員 因為就是兩個兩套不同的ID 但是可能會有重複 但卻又不是同名的那個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很多的一些爭議 好那所以其實坦白講 初期那個社群的那個反彈很大 那後來結果那個 我那時候剛好就說我想離開嘛 那後來結果那個負責無名小站的 當時因為就是對接雅虎跟無名有一位同事 他就說老查其實這個狀況 可能要請你來幫忙 我說我沒有很懂那個部落格這些的 因為我說我是一個user 但是我對這個沒有研究 他說不是 你在拍賣裡面就是經歷收費 就連收費你都經歷過 然後那種炮火隆隆你都已經那個 憑什麼收錢 那個黑心 我們這個 這個應該還算是可以處理吧這樣子 那後來我聽一聽我就覺得 很有趣就是這個是一個新的那個 所以我後來就 好那我就不離開 我就我就 所以就是08年的1月1號正式轉交到 無名小站 然後就負責那個社群的經營這樣子 那一開始當然也是有很多的那個issue 這個就細節就不表了 反正就是剛才也是很很辛苦 但後來慢慢的也把那個整個腳步穩下來 然後浮穩下來 所以其實當時很有趣 因為數位時代那個時候有所謂的web100 這個這個獎 每年都會評比一次 連續我記得三年 無名小站贏雅虎 你可能說無名小站不是雅虎的嗎 是可是因為他那個網域不一樣 所以他就 數位時代把它分成兩個 當成兩個 然後連續三年 無名小站都贏雅虎 對那個時候其實有一個很妙的事 就在我那個時候工作的歷程裡面發生 然後自己就覺得說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那個事 然後後來就去 就隔了三四年四五年之後 就去了康萊納市 有沒有 那個時候其實最早是先去了一電視待了半年 啊對對對對對 這因為太短 對我來講 對好像一向一閃 一向一閃的過 對對對 然後後來就去遠傳 遠傳 啊對耶 所以當時跟Sharlene 第二次共識就是在遠傳 因為後來那個Sharlene是遠傳的執行副總嘛 那後來結果他就知道我離開一電視他就說 欸那你要不要來幫忙 那我就想說也好啊就去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反而是正式進到所謂的數位轉型的這個領域 因為雖然遠傳是一個資通訊公司 但是其實在網際網路最快始終不是他的主力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有點是 才剛開始觸碰到所謂數位轉型的議題是什麼 所以接下來就到康萊納市 就是真的有 啊就是紙媒跟整個網路 然後社群網路 行動網路 這個比較偏數 整個數位轉型的部分 我想討論一個小小的議題就是說 我感覺上 我的觀察就是我的朋友們 就是因為我不是 因為大部分人在離開一份很長的職押工作 比如說Yahoo或者是 完全比較大的公司 然後比較長的 在下一份工作 通常我覺得 我的觀察是 通常不會待太久 可能是我不知道是磨合或是找到工作 對方的期待太高或什麼原因 然後會造成 比如說剛講伊電視那只有半年 那當然有可能伊電視原因有可能是 雙方的意見關係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他 你有看過這個pattern嗎 這種感覺 就是說 其實 對我來講還好 是因為伊電視當時 其實有一個比較直接的原因 是因為伊電視當時 其實一直沒辦法上到 有線電視系統的 所以當時其實我在裡面 有一點點 無事可做的感覺 就是因為 你上不去 那我是負責社群宣傳 但是 大家都看不到你的節目 那大家都 當時所有的組織裡面都說 我們先把利器留在 可以上瓶之後 再 湊發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一點點是 一直好像是在 儲備 但是就是 不知道儲到什麼時候 那後來其實離開也是因為說 後來 那些人就把伊電視賣給年代了 對 那我本來是衝著黎智英去的 那你都賣掉了 我就好像就不用留了 喔 這個每個理由可能不一樣 好 對 大概就這樣 好 那我們到末尾了 就是 我知道老茶在某一年 就是有健康上面的issue 那 那你現在 就是 怎麼做維護健康啊 就是說 你有做運動嗎 然後 然後 之類的 當時其實我 我那時候是中風 對 對 我就在公司就倒下去了 哪一家公司啊 在遠傳 喔 對 我那時候倒在地上之後 後來聽同事轉說 他們剛開始以為我們在鬧他 所以還在那邊咬我 然後就想說這個人還裝死不行 然後我先浮在 浮回位置上 讓我趴在桌上 據說 因為我已經昏迷了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不對 這個人還真的沒動啊 所以才趕快打電話去叫救護車 然後幸好是在那個黃金三小時裡面 送到三種 然後我是那個 就是因為血壓高所以是破了 所以他趕快就是打那個抗凝血 然後就讓你就是 至少就是先不要結血塊 然後我在醫院裡面就昏迷了七天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啊 那時候就在那個家務病房 然後整個人就是 那個床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我就醒來的時候 我沒有感覺到身體有什麼很大的不舒服 但是就想說怎麼會在這裡 過了七天 你知道我那時候 竟然覺得說這是整個節目 我就在想說一定會有人跳出來 就是嚇我這樣子 然後那個 要看我就 所以後來真的有一個護士來說 你醒了還好嗎 我還跟他很正經的說還好 那可能也想說這個人也太冷靜了吧 後來我就等說 到底什麼時候有人要跳出來 結果發現沒有 結果我媽來了 然後她就開始哭 然後我就想說糟了 這絕對不會是整 就是我媽一定不會參與這種 program 所以我才發現說 原來我真的是中風了 然後就倒了 那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對血壓健康意識是很低的 那時候你就算跟我講說 你的血壓是那個一百一一八零 我聽不懂那個是多嚴重 對我就覺得喔所以呢 高 不是大家都高嗎 這樣子 確實 所以第一我覺得 那一次的那個中風 讓我至少對這個事情的意識 已經非常的完整 就我後來其實很關心 身體相關的這些 數字 對然後以及就是 持續復診檢查這些都有 那二當然其實我以前是真的沒有什麼運動的習慣 所以後來有一段時間其實就是 有長期上健身房 那到了疫情階段 這個部分有點比較那個 但是我現在還是持續每天會 散步萬步以上啊這樣 就至少維持一個足夠的運動量 不要讓自己好像就是一個 完全就是四體不勤這樣子 對 所以也沒有真的說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那可以去做重訓嗎 或者是長跑之類 可以可以可以 那還是可以 對對對 因為其實後來他只說 因為你是破了 所以將來再破的機率是高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血壓控制好 那我就 我就謹記在心 這個其實是我現在 那要吃藥嗎 要 就是持續吃血壓 所以我已經吃十年了 對 所以我後來只要有朋友 就是我感覺上他好像 就是對這個意識不高 我都會那個 尊尊教誨他說 你一定要量血壓 你一定要注意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你知道我那時候 在復健的時候 我本來其實右半邊不靈活 我復健了一段時間 坐在我對面的 大概三十幾歲 他是頸部以下癱瘓 Shit ok 然後我就看到說 哇這個人這麼年輕 他這樣怎麼辦呢 所以我後來 才會一直勸告朋友說 千萬不要輕忽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搞清楚 這個東西對你很重要 所以大家保持健康 就會看待 記得運動 對記得運動 那最近看什麼有趣 但我猜這動畫應該就是福利連 福利連對剛剛聊過 葬宋的福利連 再推 已經推第幾次了 給老人們的這個安慰 不過我想我想推一部日劇 雖然好像沒有很紅 但是我覺得這部劇我蠻有感的 就是有一部劇 他叫做我們律師很棘手 好那他其實現在是在那個 Friday ok 然後另外就是我來日本 好像剛開始要播了 好他其實在講的是一個 50歲左右的 原本他在當一個藝人的那個經紀人 當了30年 就把他從那種小演員到 後來要進軍好萊塢了 但是那個演員突然在有一天晚上 就跟他講說 你明天不要來了 我不要你了 他心想怎麼會呢 我幫他做的那麼好 從那個小演員變成這樣 所以他本來其實想要去跳鬼自殺 就是那個跳到那個 算什麼線 結果誰知道看到有一個 旁邊有一個女生的一個文件掉 他就只是去幫他撿了一下 結果就沒跳下去 後來講那女生走了 他就去追他 然後就想把文件還給他 結果那個人是一個很年輕的律師 然後但是他20歲就考上律師執照 可是非常的不懂人情事故 講話就是很直 然後甚至可能就是完全沒有耐心這樣 他就覺得說這樣不行啊 就是你這樣怎麼可以 所以他就很自然的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怎麼樣 那後來呢 律師事務所的老闆就說 你要不要去當他的助理 所以他有點像是 無意間開啟了一個第二曲線 那整個聚集是在談這件事 那我那時候看了我就覺得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 我覺得接下來中年人的機會 就是我們其實很有經驗 但是現在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他是需要我們的一些經驗的協助的 只是以前你可能想的就是老闆指導我 但是我覺得其實將來可能 除了就是老闆指導之外 應該還有很多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寫作的那個過程 明白 好 那最後一題 就是你也就是剛剛講中風 那你平常是有信仰的嗎 我一樣就是會拜拜 我們家也有那個聖集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我也是 我固定會拜的那個地方 是那個西門町那邊那個城隍廟 沈城隍廟 沈城 我在武昌街那裡 我在武昌街那裡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就是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去那邊拜拜 喔 太好了 我偶爾經過我會去啦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很喜歡吃那邊的排骨飯 那很久以前 那可能二十年二三十年前 好 那今天很開心 這個老闆來跟我們聊這麼多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找李全新 在臉書找他 看他在做哪些事情 然後研究一下 我是報名一下 可以有機會 還是已經排到幾年後了 你說工作好嗎 聊天 對啊 咨詢的部分 都可以安排 都可以安排 都還available 都還可以訂 好 感謝老茶 謝謝 掰掰 好 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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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安排